来 王美首 超大 超北 嗨 大家 水水出行中呢 今天要带女生日常的长粉们 来到临江街夜市咯 这里除了有非常多的隐藏版美食以外 还有四间必比等必吃的推荐餐厅 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吃饱临江街吧 我们现在在临江街夜市的洛季小草 在店里面吃饭的时候 就会一直听到老板这个快吵的声音 一间点是炒牛肉 然后另一个选项就是炒羊肉 那这个我们选的是炒蛤蟆 我们今天就来吃看看 是不是真的很厉害呢 因为我超鲜的耶 我刚刚第一口吃啥吃 就可以吃到那种大海的那种鲜 鲜的味道 来 王美手 超大 超肥 好嘛 大推 这个 这个它有沙茶味还满香的 沙茶味的香气就整间店 充满整间店 而且这样多少钱我看一下喔 这个一百二 这一百块 我推 刚刚来临江夜市 记得可以来洛季小草这边 可以让你饱餐一顿 然后荷包又不会打湿血喔 我们现在点的是冰火汤圆 然后呢它汤圆有种和就是花生跟芝麻 其实都在这边 那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吃什么 但我觉得超乖 因为上面很烫 然后这边超冰的 因为刚刚是这样挖起来 可以超冰的 但这个很好吃 它还有冬天有那种什么桂花尿 然后刚刚看我玩夹克蛋 就是冬天不想吃冰的朋友呢 可以来这边点它和其他适合冬天的甜品喔 老板说要赶快吃 因为不然冰空的汤圆久了会硬掉 有点明淡 但它的冰很香耶 它的桂花蜜很香 对 这家葷 下次来一定要来吃这家 冰火汤圆 我们的臭豆腐上桌了 这是店家推荐的两款 一个是炸的 然后一个是招牌三宝 我们现在呢就赶快来试吃 哇 好重喔 它里面吸满了那个汤汁 它是外酥内软的臭豆腐 而且它很香 它其实没有很臭 接下来呢 这是店家推荐的 这个三宝里面有鸭血 然后跟大肠 还有一块臭豆腐 然后它辣度都可以调整 我超爱吃鸭血的 这简直人间美味耶 大肠 好 我们刚买了6点开门就 超多人排队滷味 我点了一个这个脆肠 是老板推荐的 然后我来吃看看 这个卤味不会很咸 然后呢 它的脆肠也不会像吃那个橡皮筋 一样就是咬不断 它蛮好吃的 然后呢 它的豆干 气孔超多的 我觉得你知道为什么它会6点开门 就超多人排队 这很好吃耶 以上呢就是临江街的美食 推荐给你们 如果有什么好吃的口袋名单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哦 最后台湾女生日常的YouTube频道上线哦 强奔们赶快按下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拜拜